妈妈讲的世界文明的睡前故事 今天的故事是关于布莱梅音乐队 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个脾气暴躁的农场主 那个农场有一只忠实的驴子 从早晨阳光清新升起的那一刻起 直到太阳沉默于金色的光辉中 驴子总是努力工作 但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流逝的 驴子也老了,力气不如以前了 有一天,农场主叫来驴子 嘿,驴子,你现在力气不足了 我的农场再也没有你的位置了 是时候让你离开了 农场主的语气很冷 驴子听了这话非常难过 但是驴子鼓起勇气 抬起头对农场主说 我明白了,主人 我现在将寻找新的道路 驴子带着眼泪离开了农场 我现在该去哪里呢? 他一边走一边自问 走着走着,他看到了一把闪亮的吉他 啊,如果我带上这把吉他 却找不来没乐队就好了 驴子把吉他像肩带一样跨在肩上 勇敢地迈出了步伐 我会弹吉他,他们一定会欢迎我的 他在心里发誓 驴子正在蓝天下的开阔田野上行走 温暖的阳光轻轻地抚摸着他们的背 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只老猎狗 猎狗看起来很孤单 驴子先开口说话 你好,朋友 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伤心 猎狗叹了口气说 我老了,不能再狩猎了 所以,主人把我赶出来了 驴子向猎狗伸出手 那就和我们一起去布莱梅吧 你也可以成为我们乐队的一员 猎狗的眼睛亮了起来,非常高兴 真的吗? 我擅长打鼓,这足够吗? 当然,猎狗跳跃着表达了自己的喜悦 就这样,他们继续带着新朋友前行 驴子和新朋友猎狗 一起走着 穿过森林,他们分享着各自的梦想 这时,从某处传来了悲伤的叫声 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声音来远走去 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只老猫 猫被认为无用,而被主人抛弃了 你为什么这么伤心? 驴子问道 猫流着眼泪回答说 我老了,不能再抓老鼠了 所以,主人把我赶出来了 驴子和猎狗温暖地安慰了猫 别担心,跟我们一起去布兰梅吧 我们乐队需要你的歌声 猫不敢相信地问 真的,我也可以一起去吗? 当然 所有的朋友都笑容满面地说 就这样,他们欢迎了新朋友 并继续前行 驴子、猎狗和猫一起行走着 太阳逐渐升高 照亮了整个世界 他们走着 期待着能遇到新的朋友 这时 远处传来了急切的鸣叫声 那是什么声音? 猫竖起耳朵说 跟随声音 他们发现了一只美丽的公鸡在哭泣 你为什么在哭? 驴子问道 公鸡流着眼泪说 主人想要吃掉我 看来我的时间到了 朋友们互相看了看 摇了摇头 那不行 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布兰梅吧 我们乐队急需你的歌声 公鸡擦干眼泪 从他们的话中获得了力量 真的 我也可以一起去吗? 所有的朋友们都笑着回答说 当然 于是 他们又一次出发 热情地欢迎了新朋友 四个朋友 现在一起向布兰 梅前进 他们在旅途中 分享着不同的故事 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太阳慢慢落山 路径开始变暗 布兰梅还很远呢 猎狗叹息道 大家开始感到疲倦和饥饿 这时 驴子在远处发现了光亮 看 那边有光 我们去看看 大家鼓起勇气 朝那个方向前进 他们到达的地方 是一栋破旧的房子 如果我们能在这里过夜就好了 猫满怀希望地说 但他们 还不知道房子里发生了什么 或者里面有谁 四个朋友决定小心翼翼地接近那栋房子 随着夜幕深沉 驴子 猎狗 猫和公鸡 小心翼翼地到达了破旧房子前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公鸡好奇地问 最高的驴子决定透过窗户向里面偷看 驴子小心地靠近窗户 窥视内部 他看到的是满桌美味佳肴 以及围坐在周围享用盛宴的盗贼 这里有很多食物 但是盗贼们正在用餐 驴子小声地向朋友们报告 听到这消息 饥饿的朋友们感到更加饿了 我们也能吃到那些食物吗 猎狗满怀希望地问 他们聚在一起 开始讨论如何对付盗贼 朋友们团结一心 决定把盗贼从房子里赶出去 我有一个好主意 驴子低声说 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要通过吓唬盗贼使他们逃跑 首先 驴子站在房子前 猎狗爬上了他的背 然后 猫站在猎狗的背上 最后 公鸡站在猫的上面 准备好了吗 驴子问 准备好了 大家回答 然后 在一 二 三 的数声中 他们都 尽可能大声地一起叫喊 驴子撕鸣 猎狗吠叫 猫喵喵叫 攻击大声提鸣 他们不可思议地合唱 听起来像是怪兽的声音 这个巧妙的计划 真的能吓跑盗贼吗 在老房子的窗户前 我们的四个朋友 齐心协力地大声叫喊 嘶嘶 汪汪 喵喵 哦 那声音真是惊人 盗贼们被吓了一跳 他们因为喝醉了酒 动物们发出的声音 在他们耳中听起来 就像是巨大怪兽的声音 盗贼们看到窗户上动物的影子 更加害怕了 啊 怪物 一个盗贼叫道 他们互相推散着 逃出了房子 逃命啊 逃命啊 盗贼们没有任何思考 只是因为害怕而逃跑 就这样 我们的四个朋友 成功地把盗贼们赶出了房子 盗贼们因为恐惧而逃跑后 我们的四个朋友终于进入了房子 哇 这里看起来真舒适 驴子高兴地说 房子里满是美味的食物 还有盗贼们留下的宝藏 现在我们也可以填饱肚子了 猫说着 高兴地笑了 四个朋友围坐在桌子旁 享受着盗贼们留下的食物 真是太好吃了 公鸡说 他们久违地吃得饱饱的 愉快地分享着故事 度过了夜晚 这样 他们找到了新家 宝想到贼们留下的食物后 朋友们开始探索房子 他们把这个房子当作自己的新家 驴子找到了一堆软软的干草 舒适地躺下休息 啊 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驴子满意地说 猎狗在门后找到了字 挤得舒适空间 舒服地蜷缩着 猫在温暖的炉子前 安排了一个温馨的睡觉地方 公鸡在房子的屋顶上 看着夜空中的星星入睡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大家心里都这么想 就这样四个朋友在新家度过了第一个平和的夜晚 但随着夜色加深 不乏生再次 向这个偏僻的房子靠近 盗贼们秘密返回 想要取回他们留下的宝藏 他们小心地打开门 进入了房子 这次我们要安静点 盗贼们低声说 当他们在黑暗中 小心翼翼地走着时 一个盗贼不小心踩到了猫的尾巴 喵 猫吓了一跳 大声叫喊 并抓伤了盗贼的脸 被声音吓到的猎狗迅速扑上去 咬住了另一个盗贼的腿 公鸡在屋顶上大声啼叫 哦 哦 鱼子用力后踢 吓到了盗贼们 盗贼们浑身疼痛 又害怕地逃跑了 这个房子真的是怪物住的地方 盗贼们在恐惧中叫喊 盗贼们太害怕了 什么都没能想到 那个夜晚的骚动之后 盗贼们再也没有踏进那个房子 而我们的四个朋友 驴子 猎狗 猫和公鸡 决定把那个房子当作他们新的家 我们不需要去布莱梅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驴子说 他们决定组建自己的乐队 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酷的乐队 猫高兴地说 他们每天一起练习音乐 分享故事 愉快地度过时光 现在 那个老房子总是充满了笑声 和美妙的音乐 就这样 他们在布莱梅乐队这个名字下 开始了新的生活 和美妙的音乐 和美妙的音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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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